我能讲一个例子 1924年3月8号 1924年 38妇女节 何向宁提出废除 一夫多妻制 结束了一个腐朽的 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权 使得每一个男性 都有机会有一个老婆了 就是你的基因 比如说基因特别好 假如说还在民国 你可以娶20个30个老婆 其实你是用钱 去买断了这些女性的机会成本 为你生孩子 那就意味着 多了20 30个光棍 所以一夫一妻制 这个事情本身来讲 是让基因 尽可能保持着 它的多样性 每一个人的基因 都有机会传递 所以这样的事情 你不能简单地用 我以为是保障 有钱的男的 不能多娶老婆 也是对的 香港是到了 六七十年代 废除的很晚 澳门你看 我的学生当中 有很多 讲自己的家里 就是一个爸 三个妈 二个妈 都有 在一起生活的 就这样 我以为这个是 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保障女的吧 照理说就是保障 整个性别斗争当中的弱势者 应该这么理解 这是对的 分配嘛 从这个哈姆拉贝法典开始 就提倡一夫一妻制 但是到了 因为中国实在是把农购文化 用到极致了 所以我们是存到了最晚最晚 我们理论上也叫一夫一妻制 然后是一夫一妻多妾 是用这么一个角度 因为理论上一直是 你太太只有一个的 就是妻子什么皇后 什么宫斗剧里边都是一个的 其他的就是 就是 只是男女不平等 女的没办法这样 除了武则天 所以你看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在动物界 那是天地不仁的 对吧 他是比如一个星星 或者什么的 他有条件的 他就要占有更多的交配机会 对 从而这个基因的传递的效率就大 直接体现了 但是所以我就说 这个人类是很不平的 人类的文化和文明 他最后 他产生了要公平 但是这个公平和你讲 没有没有 但是就是古老的这种 这种这个分配制度产生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情感基因 还是叫什么 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比如说他们说嫉妒的产生 就是为什么男的会嫉妒 女的会嫉妒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男的会嫉妒 是因为他不知道 他那个就是那个后代 会不会是他的 所以男的更在意 女的有没有跟别的男的 发生实质的关系 而女的嫉妒呢 是嫉妒情感的 比如说他可能觉得这个男的 他跟人家情感出轨 比身体出轨更重要 是因为如果情感出轨的话 怎么说 财产一半就被分掉 就是说他的占有的 这个男的的资源 这个财产就会被别人给拿走 所以尽管是这个一夫一妻制了 但实际上我们记忆里头那种 是这种不是一夫一妻制的 这种记忆的基因还在起作 就顿开这个感悟了 就是说动物是通过你讲的那个环境 基因演变出来 人类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跟文化习惯的来做这个条件 多了一道束缚的条件 多了一道 而且人类的这个历史是很短的 跟大部分动物比 如果按照这个动物界的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我们的很多公平的这个要求 或者文明的这个要求 不公平 怎么说呢 就是人人都有传递DNA的机会 这是咱们的价值 对吧 好像表面看起来 似乎这个跟那个DNA的意志 有点不吻合 但是呢 我还看过一种理论 某些社会性的东西 有没有写在DNA里 也就是说所谓啊 你看往往互相帮助的这个族群 它在这个集体的意义上 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更高 这个是个确定的结论 是对的 就在当年大迁徙的过程中 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存活概率更高 这是有证据的 你看 那违反了这个DNA它自私 它要活下去 不是啊 因为有血缘关系嘛 所以我只要照顾我这个族群的人 就是延续我的基因嘛 你会明白 母狮子是互相照顾小狮子的 但是公狮子一定会先咬死 上一个公狮子的小狮子 才会使母狮子停止哺乳 重新进入受孕期 生自己的孩子 那蚂蚁呢 蚂蚁是一种 蚂蚁是科隆生殖 是科隆生殖 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 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物种 因为我您刚刚说这个 我就在想 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 就是大自然的片子 看动物 就是动物世界的片子 我们看的时候 其实觉得特别好看 特别美嘛 但是加上了很多人类的解释 对了 那是你人类的视角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到的 实际上我在想 它是不是像一个 就是人类世界 有杀戮 有囚偶 有什么 有这个延续 你知道澳大利亚的鸟 是怎么快被弄光的吗 被猫 野猫 就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这些事实 澳大利亚的野猫 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会看到哪个地方着火 这些猫就会 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跑过去 消防队啊 不是 因为那些鸟就会被烤熟 我以为去救火 我说这也太厉大了 甚至很多猫 趁人之危 对 就趁鸟之危 就开始进行这种图路 真的是灭绝式的 在消灭野鸟 那只是没发展到 点火的地步 所以我们 还是不如人类 所以我们要 人类就会点火 对 所以我们要真以为 我们人类世界 跟动物世界一样 我们就会 就认为我们也是 一个无精天子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 我们可能会看到 很多一些动物界 我们也解释不了的问题 比如说这个 鸟类确实有 很严格的一夫一妻的 比如鸟 鸟也会有 也像 鸟鸟 就也还有好多的物种 它有语言 你听不懂 鱼的记忆也绝不是奇妙 鱼的记忆可以很长 有些鱼会知道 谁是它是主人 还会跟你打招呼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今天 动物的很多的理解 应该来讲 就有点像我们 对人类婴儿的理解 它早就会了 它说不出来 你就认为它不知道 就是咱们讲DNA的利益 DNA的利益 是你个人的利益 还是这个种群的利益 比如蜜蜂 对吧 它好像感觉就是什么 只要我的DNA 能传进下去 某一个个人的生死 是可以牺牲的 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有利于 它这个种群的利益 我们不叫真利他 这个就叫利他 但这个利他基因 是基因决定的 是基因自私性决定的 你看就是这个自私 就是人人喂我 我喂人人 没办法 是动物性的 是动物性的利他 就是我为了 种群的基因而死 我们简单讲 这就是利他行为 这个利他行为 有严格的基因的 要素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知道 很多的一些真菌 这个过程中呢 你会发现 总有些真菌 可以一直往上去扑 后来发现不是 它是一个骗一个 最后最笨的那个 被骗上去了 这是基因决定的 黄继光或者这些 它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这不是基因问题 这是那一刻 真正为了 它所在的人性 这个叫真利他主义 它跟你根本 毫无血缘关系 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从哲学层面上讲 从科学层面上讲 都应该去提倡的一个东西 真利他 就是崇高吗 倒不能讲崇高吧 之所以人 之所以你自己定义成 你叫灵长 万物的灵长 凭啥呀 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这个爱在DNA里吗 那跟繁殖有关 这个有关 爱理论上讲呢 爱是一种非常难以去描述的 一种情感 这个爱 比如说男女之爱 子女之爱 对群体之爱 对人性 人类之爱 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这个爱不是一种 至少我们今天 从激素学的证据 就是从我们的各种分泌的 这个荷尔蒙的证据 和从这个脑波的证据 它都不是一种 你像有一些爱 比如说这种冲动 我相信动物也有 但有一些爱 恐怕只有人有 或者是只有人能被证实 有一些不可证 不可证 所以 这个问题呢 会到了一个 就是像 我们刚才聊到的 就您说那个城市 到什么点上以后 就会出现一个 我们人类意义上有的爱 这个证据 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办法 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 把你拽离地面 等于说这个DNA啊 对于这个意识的产生 我们还弄不太清楚 搞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 还在很努力的 看两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是 我们通过脑电波 要通过这些神经元的 这些连接 去拆解它的一个 这只是检测到了一个结果 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 和它的成因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 我们在不断地去研究 你这861个神经元的结构 是怎么做的 我做不出来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在结构上 先还原你 有点像人类基因组计划 我得先把31个弄出来 我再说 这一个一个基因 怎么回事 如果我这31个基因 都没弄出来 你说这个基因干啥 那个基因干啥 这都是原木求鱼 这都是管中溃爆 所以您刚才说 爱是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 还有什么是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 情感的问题到今天为止 几乎都不能用存基因解释 那能用激素 激素能看见的可能是一种结果 但激素的这种调控 也极其的精准 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很多其实做神经生物学 的人都明白一个事实 就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不是横死 正常死亡的条件下 其实它在临死前 大脑会自己把细胞 大脑的细胞 会把你从生理状态 转成了病理状态 释放大量的四胺酸 五腔四胺 多巴胺 内肥胎 或者类似的物质 什么意思 让你觉得很舒服 让你自己麻醉过去 对 所以很多人说 有冰死体验 实际上享受的 就是这个过程 有点像我们在高山 比如说爬了珠峰下来以后 出现的短暂的缺氧 所引起的致患 这也是你的大脑 为了帮你不痛苦 在危机的时候 死亡是一种程序 死亡是一种程序 它是写在基因里的 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 是一种程序 在现在的医学的 比方用基因这些概念 之前的哲学家 历代的哲学家 早就有各种探讨 那一般刚才讲的 爱和恐惧 就是对生命的爱惜 都被解释成本能 就是用本能 就是说这个本能 不是因为道德 不是因为教育 不是因为训练 而是一个 最简单的讲法 本能就是两种 第一种就是 繁殖的本能 那繁殖本能 所以就有 喜欢小的东西 爱 包括联名等等 他认为 这个人对自己 子女的爱 跟动物 对自己小动物的一样 他认为这个 不是交出来的 那这个是本能 生物性 就母亲 肯定可以为了孩子 不要自己的生命 对 这也 这肯定是DNA吧 这个 其实他是应该是说 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 也有就是 利他行为一种保护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 那也有 那不管小孩的 肯定也有 其实因为有一个 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 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是他亲生 这事就更复杂了 就是说 即使你自己 心理上把他认定 救着你的孩子 即使你报错了 你也会救他 这个时候我就不能 用基因去解释了 这种情况是有的 养母也有为了 自己的孩子 不要命的 这就是也是有真理他的 还有这个人 就是不知道 这个人就是报错了 但是他就认为 是自己的孩子 也有为他不要命的 这些在这么多的 科学证据当中 都遇到过 所以我相信 他一定是两种结果的 一个综合的 这样的一种行为 就还是先天和后天 共同决定的行为 就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DNA 就是人的 一种生理性的东西 它的基本运作原则 是自立的 您讲的这个问题 就有点像说 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 它都对 把DNA猜到元素 猜到这个分子层面上 我们看的头都是到 但是这个东西 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 有了神经系统以后 它突然就诞生出了 好多智能 和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 这个问题呢 我们其实做脑科学的 有一个悲观派认为 以人的角度 研究人脑 是永远研究不明的 是 这等于你不能 自己的头 把自己拽起来 要哥德尔不完美定理 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 在一个系统内 永远实现 所有的要素都自洽 你必须有第三者 去观察它 中国过去有个笑话 古代 就说这个大力士 楚霸王 项羽 说劲儿多大 当着他的重将领 说你看 我能坐在椅子上 把自己给抬起来 这有点像 您打的这个比方 这个过程中 就是涉及到一个 很重要的要素 也是哲学家 这么多年 讨论的一个 很基本的问题 我们现在从科学上讲 是很简单的 现在全世界 科学问题 看了很多 实际上就三件事 三件事 我们把它叫做 两岸一黑三起源 怎么讲 两岸 暗物质暗能量 这是宇宙当中 我们看不见 但它就是存在 暗物质暗能量 因为你能看见的 都是物质和能量 但是物质和能量 一定有它相反 有正数 必然有负数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这两个东西不相等 与称不守恒 那么 这些个东西 我还没有观测到 因为没有工具 但是 数据上 或者说我们经过 模拟演练上 它是存在的 这是两个大事 然后 一黑是黑洞 黑洞背后是什么 黑洞那个点 是不是起点 那个字不念起 念起 很奇怪 起 起点 起点的意思就是在 在那个点上 所有的物理定律 都是崩塌的 起一点 起一点 不遵循任何的 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有没有物理定律 这就是第一推动力 或者说这些 物理学大师 为什么好到最后 都有了这种 宗教性的感觉 这是物理上 所追寻的内容 三起源 宇宙起源 生命起源 最后一个最难 意识起源 如果不解决 如果不解决意识起源 其他的问题都没用 因为你只有知道 意识起源 你才可以去理解 之前的两岸一黑 两起源 所以这些东西 依赖于意识 都是要有意识 您是这个科学家 我想知道 因为好多科学家 就是说最后 有这个宗教性的情怀 对 我听他们的这种感慨 就是说 你越研究 发现这个DNA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对 是吧 它怎么 人 它怎么可以这么完美 或者一个 哪怕是一个昆虫 甚至有人怀疑说 昆虫的基因 是外星来的 说因为看上去 你把一个昆虫 放大了看 真的有点 就是它怎么可以 那么那么样的 即使最小的昆虫 也比行星复杂很多 对呀 行星可预测 昆虫不可预测 你会不会产生出这种 这是自然形成的吗 好问题 它可以不是在 我们认知的自然内形成 然而我相信 因为这个问题 问到根上 比如说有神吧 我们就可以说 神 人很复杂 所以是有神创的人 那神更复杂 谁又创了神 这个问题在 研究达尔文的 到赫曲里面 这个过程中呢 还是理查德 战金斯写过一本 《盲眼钟表教》 盲眼钟表教 简单来讲 就是说你今天看见的复杂 不是第一天就复杂了 它是经过无数代 不停地修正修正修正 才到了今天复杂的程度 你不能忽略这个过程 尤其是我说的时间 几十亿年啊 这个过程中 是有可能诞生出 这样美丽的东西了 包括你看欧洲的一个教堂 几百年做成的教堂 那个东西的复杂程度 也不是说我们可以理解的 至少不是一代人可以理解的 这个问题我还问过 那个赫拉利 我就说我就问他 为什么像牛顿 最后是皈依了这个宗教等等 他认为这个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不是他研究到那个程度 他认为就是因为他的家庭 就是天主教家庭 他倒反而认为是从小的 或者您说的基因里面的 就是带出来的 他那个家庭浓厚的这个宗教气氛 他最后他年纪大了 会皈依那个气氛 他就不相信 就说真的是 他因为这个东西 他说不可研究 他说我们要怎么 我们在谈论神 在谈论什么神 是决定大的事情 还是小的事情 是决定了我们的万物的这个运行 但这个他说我们只是 叫未知 叫未知 我们每一次的科学上的 它是回到了不可之论 对都把它变 把未知变成这个已知 那么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是渐进的 并不是他一直是这个未知 对 那么如果你说小的事情 来决定说 这个女的要不要戴头巾 男的能不能喝酒 这种小性 他根本不相信 是神决定的 是人决定的 爱因斯坦实际上 在后期我的字 写了这样一句话 说我所信仰的上帝 是那个同万物秩序当中 规律性所显示出来的上帝 而不相信那个 于世人的行为有千蕾的上帝 规律性就是上帝 对 他说物理定律就是上帝 就是道嘛 能不能这样 其实就是规律嘛 道 就是道也就是规律嘛 就是什么道嘛 他简单讲 我们经常说 庙里面有个佛像 给佛五块钱 这本就求佛 保我金榜提名 那边说保我上市成功 这边说让我能够做百万 我开玩笑 佛又不是开赌场了 我是管不了这个事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就不要把宗教性 和宗教混到一起去 但是宗教性是一种信仰 信仰这就是个道 只是这个道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背景 有不同的阐述的观点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科学家来讲 他信的是有一种规律 即使这个规律也是互斥的 因为科学必须可被证伪 不可被证伪的事情 就不是科学 严格意义上讲 数学就不是科学 因为数学对的就是对的 哦 数学是纯逻辑 是纯粹的逻辑 他对的就是对的 我今天说了 在比如说 就在奥基里德 这个三角形 三个内角 和就是180度 这个东西不可证伪 这不是科学 这是公理 科学一定是在一定条件下 适用的 所以现在在科学界 我们特别反对的一种观点 就是无神论造神 怎么讲 简单的相信当下的科学 就是无神论造神 对 这也容易把科学神话 把当前的科学神话 他已经忘了 把第一神话 很多人就说基因什么都能干 我说不可能 基因能干的事 我说的很清楚 与生俱来 与时俱变 外来侵入 这三个事我说了算 我基本能看到证据 其他的好的问题 你说这个人为什么会抑郁 这真的很复杂 这不是一个基因 简单的回答的问题 但是有些人就变成了 基因决定论 基因万能论 或者量子决定论 量子万能论 AI决定论 AI万能论 元宇宙决定论 元宇宙万能论 这都叫无神论方式